美国曾经两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对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 如果美国想要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我们希望美方的初衷是承担国际责任 履行国际义务 支持多边主义 促进国际合作 同时美方应当检讨 毁约退群 大搞美国优先的错误行径 展现遵守国际规则 尊重国际法治的善意和诚意 如此美方才能取信于国际社会 并且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的支持 国际机构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平台 不是推行地缘博弈的战场 如果美方真心客观评价 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积极作用 我们表示欢迎 但是如果美方是为了平衡 限制中方的影响 而重返教科文组织 只会让各方质疑 美方是换汤不换药 仍旧把美国第一置于国际公益之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